花莲港务分公司要执行内港区码头水路油气观光榔带的计划 把闲置的仓库改变成为文创艺文空间 也开放港区来交商活化地方 不过后续有将近17公顷的用地 需要县政府协助变更成为油气的专用区 行政院东副中心8号特别到场 现刊了解县阶段的状况 也希望能够帮助港务局和县政府来协调 完成整个开发计划 花莲港务分公司近几年来陆续开放港区闲置仓库 营造休闲观光及一稳空间 目前内港区码头水路油气观光榔道计划 初步有4000万元要执行重点式有效式的开发 后续我们要转型的是13号到16号的码头 这个码头我们打算也做成文创跟探索的一个基地 目前我们也有争取到一部分的预算 那么我们先做一些码头设施的一些改善 那包含后面我们会针对仓库的部分 也会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整修跟改善 那改善完了以后 我们当然是希望基于这个资产活化跟促进地方的一个经济 引进相关的这个文创还有其他的商业的活动 那么对花园县市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跟就业 我相信都是会有很正面的一个效益 行政院东府中心执行长洪宗凯8号校友特别前往会刊 了解整个计划的执行内容 其中对于部分港区用地 需要县政府协助变更成油气专用区的议题 洪宗凯表示希望能够获得县政府支持 共同来执行这项对地方产业发展有重要指标的开发计划 那我们跟这个港务公司来商量 其实花园县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那过去呢花园县都是以货物的这个运送为主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跟港务公司的商量 希望能够把这个油气的功能能够带到我们的花园县 那这个油气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执行 有几个面向需要去处理 那除了港口的这个 几个停船的船铺的这个整修 然后这个游乐设施的一个建设之外 其实还有东宫地跟我们大家比较知道 就是说福隆饭店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土地的一个变更 从现有的港铺用地变更成这个油气用地 然后来招商让相关的业者能够进来 把这个地方做一个开发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那其实这个港务公司呢 跟我们的县政府过去也谈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我们希望透过现在目前的一个新的这个经理来 那新上任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规划 然后跟县府来进行这个沟通 看看这个用地变更好 从港铺用地变更成这个油气用地的回馈的部分呢 县府是不是可以拿少一点 那为了这个地方的发展 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 花联港物分公司表示 第一阶段的目标包括了仓库改善 使用执照变更 建置入口意向等等 第二阶段会陆续举办公共区域的景观 还有设施 居旅会花联港报导